新城乡公所111年度村林长法治教育及安全卫生教育活动 19号在回南湾餐厅举行 乡长何立台感谢村林长们对乡镇业务的协助和支持 而他上任三年多以来也争取到5亿多元经费建设地方 未来在村林长的协助之下 要共同推动新城幸福美丽城市 新城乡公有110个村林长 每年都会固定举办座谈会以及联谊活动 19号并且在新城乡回南湾餐厅举行 1401年度村林长法治教育及安全卫生教育活动 新城乡长何立台 先衍郑宝秀 求光明 新城乡长代表会副主席张美华和代表会同仁们 以及乡继年来的村长以及林长们 新城乡长何立台表示 商人三年多以来争取了5亿元的经费来建设地方 在推动各项乡镇业务中大建设的时候 村林长就是最好的推手 也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努力 我们看到很多的林长 经常反映性地方的一些问题 我们立即来给他解决 在后面那个效率的提升 让民众觉得有幸福的感情 我们给林长 大家给他鼓掌表一个感谢好不好 我今天来讲 新城乡是一个大家境 新城乡公所更是一个大家境 行政的团队 包括我们的村长 包括我们的林长 我们要一条心 我们要共同的团结 看来最近我们与最近的办的活动 都非常非常的成功 包括从严业医药到今天2月19号 不管在整个元旦的建筑也好 各项的建立这个先导 包括盐宵节等的相关活动 都是办得非常的成功 非常的严满 要谢谢各位林长 给我们发放DN各方面的一个先导 我们要表示非常非常的感谢 所以各位在我们今年7年年底发的年历当中 我们看到10大幸福有感的一个政策 包括我们的意外保险等等 包括最近我们要推动的幸福巴士 我们听到很多绑间老人家 甚至我们的乡亲跟我们管印 因为发的客运的时间差 拿捏的不是非常的好 老落不如即需要 我们这样子给巴士来接送 所以我们在这个月 我们在23号 我们将来一个幸福巴士 监证的一个仪式 总共两部有人坐的车子 行驶于街道项目当中 来服务 来帮忙我们这些老落父子 现在下载河里台也勤勉 村里长们继续协助公诉 来推动各项乡乡专业务 在此也感谢大家的辛劳 共同来营造新城幸福美丽的城市 接着请欢迎订阅我的老 结束了 我发现了 我们下载河里的城市 我发现了 我们下载河里的城市 大家可以来帮忙